孩子被男友打成重伤 在救护车上妈妈抱在怀里 看着自己的小孩动也不动 小生命呼吸越来越微弱 救护人员赶紧帮他戴上氧气罩 男婴才有了一点反应 终于赶到医院 护士赶紧接手救孩子 这个男婴才四个月大 遍地鳞伤 咽咽一袭 下手的竟然是母亲的同居男友 明明下的众手还狡辩 检方调查只要男婴哭闹 母亲的同居人就会下手殴打男婴 时间已经长达半个月 这回哭闹又挨走 男婴先是不断抽搐紧急送医 送到医院之后又发现 她的后脑稍有血肿 竹脸颊 左胸口和背部也都瘀伤了 插管一度命危 急救两天后才暂时的脱离行径 你的右手边都有一些烫伤 那背部也有大部的瘀伤 还有其他的伤势 其实男婴的妈妈 同居男友认识 男婴才会被拾报 这名同居人 同居局目前已经将其逮捕 并移送苗栗抵检署侦办 出生才四个月 却三不五时挨打 男婴暂时是脱离险境 但社会处已经借助安置 也把狠毒的母亲同居人送办 介鹏志明 苗栗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